河南昭壮这个地方拥有独特的地理条件 当地产的三药、地王、菊花和牛沙都被议为四大怀虞 怀三药位于四大怀虞之手 怀三药里面的代表就是我们熟悉的大名鼎鼎的铁棍山药 其实是怀三药中边最好的品种 大家好 我是蔡医生 这期影片我们来讲讲铁棍山药 三药其实严名叫鼠鱼 神龙本祖经里面是这样写的 后来为什么不叫鼠鱼变成了三药呢 这件事与皇帝的名字有关 然而唐朝有一个皇帝叫做李鱼 鱼和鱼是同音的 在古代这就犯了大忌 犯了帝王的名位 那就不行了 于是大家就把鱼改成药 改成鼠鱼 结果到了宋代 有点尴尬 宋朝的皇帝赵鼠 这次这个鼠和鼠也是阴禁的 又犯了忌 于是他再改一次 于是江柱改鼠为山字 于是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名字 三药了 所以你看 三药这个名字 其实是秘慧一路改过来的 不宋时期的皇帝宋真宗 他本身就显得迂述 他又经常被大臣咬三药粥 用来治病调理身体 历史上有很多长寿的人 都离不开三药 好像南宋的大使人陆游 特别爱吃三药 几乎是日日吃 不单只活到85岁 精气臣还特别好 他用滋满写思跨三药 正所谓老字湖边一把谋 时孤穿走聚三药 从此八僧聚避舍 天宋陀未熟田甘 再比较我们熟悉的田龙皇帝 几乎到89岁 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 满年精神都不错 而三药就是他经常吃的保健食品 另外也有史料记载 慈禧太后中年的时期 他脾胃就开始不好了 他听太医的宪告 在日常用餐中都会加到八僧高 八僧为党参百术 伏令三药 二米献术 莲子白扁斗 三药就是其中发挥了不可体对作用 现在三药在我东南西南华中华北 甚至是东北地基那些幽灵浅山地区 基本都有中 而且在日本朝鲜都可以看到几个身影 尤其是河南照着一带 就是古代的淮庆府 他在生产的三药特别出名 品质稳定 药效足 被认为淮山药 是地道的中药 其中 铁棍山药是淮山药中一种 被认为是其中的极品 铁棍山药的学名 又叫做淮山药一号 他的外应特点是比较明显的 金毛比较小 块径比较细长均匀 而且 他切开之后 他的后金部还会出现一个铁红色的斑痕 他的质地很结实 摸上去硬斑斑的 淀粉和多糖的含量特别高 吃起来棉细又带点甜味 粘液少不容易坏 因为山都好像一军铁棍 所以大家都叫他铁棍山药 另外 在温染古时候 他是来属于华庆府 他的气候和环境都特别好的 土壤又比较肥肃 他的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 所以 比铁棍山药的生长 提供很多有利的条件 在温染里面 可以种铁棍山药的土地类型比较多 比如牢土、沙土、两合土 或者是黄土、胶藝土等 但其中以牢土最适合 牢土里面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含量 最丰富 种起来的山药 不单口感吐、任性也好 吃起来特别有劲度 中医认为山药未今盛平归皮肺神经 它有一个健皮保肺、益胃保神、固神、益精、聪耳明目、助五状、强金骨、长治安神、延年益受的功效 三日里面有淀粉煤、多酚氧化煤的物质 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功能 三日除了水分、碳水、脂肪、淡物质 这些基本的营养成分之外 它的体内还有不少的特别成分 例如多糖、尿囊素、酒精、多巴胺、蛋碱、链液质、蛋固醇 还有生物活性物质 例如麦角漏醇、移茶分胺、三药素、多酚氧化煤 就是因为这些成分的存在才在三药具备一定的药用价值 根据研究报告显示 三日中的淀粉含量大概占到43.7% 淡物质的含量是14.5% 糖分大概是1.14% 灰份占了5.51% 矿物质方面也很丰富 甲占了2.62% 鱗和钙都是0.2%左右 尾是0.14% 而且还有研究数据表明 三日中含有丰富的Tuckham表红铜 这种Tuckham表红铜 是我们人体生命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 是环貌远多轻飞的一种饮生物 环貌远多轻飞 是我们人体肾上线皮质激素和性激素 即是我们红激素池激素的基本结构 Tuckham表红铜的主要保健功效 就是抗衰老增强免疫功能 和改善性物功能 保健作用的基礼就是根据我们身体的需要 转发为红性激素或者磁性激素 补充由于衰老或者疾病造成的激素失调 从而使我们整个人保持一个旺盛的精力 增强我们抵御疾病的能力 加速我们受损组织的收获 而我们的现代药理研究显示 三药行有丰富的链液 这种链液是一种蛋白 叫做链液蛋白 它不单止可以阻止这个血脂在血管迫上扶着 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可以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不过自己身体请大家 如果是对三药过敏就不要吃三药了 三药里含有生物碱和早素这些致敏的物质 我们人体在处理或者食用三药 如果是首部或者口腔部 注装这些生物碱或者早素 就容易出现麻木肿胀 或者疼痛这些接触性过敏性症状 同时三药含有异性蛋白链液蛋白物质 对我们三药过敏食用之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 嘔吐痘 这些食用性的过敏反应 这类朋友就不要吃三药了 有些朋友问自己身 潤腹可不可以吃铁棍生药 其实潤腹也可以适量食用铁棍生药 因为铁棍生药 因为铁棍生药 附含多种营养成分 而且既有丰富的腺食纤维 有助于我们促进孕妇长度的愚动 预防和缓解孕期长健的便秘问题 同时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抗物质 对于我们孕妇增强自身免疫力 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以及促进胎儿的健康发育 都有重要意义 同时铁棍生药的链液蛋白 可以原款炭水化学物的吸收 避免孕妇进食后 血糖迅速上升 而且铁棍生药的热量相对比较低 其附含腺食纤维还可以增加饱腹感 同时适量食用铁棍生药 有健庇抑袭的功效 不过孕妇吃铁棍生药 也是一个需要治疗的地方 有些孕妇可能对生药是过敏的 食用前要确保自身不过敏 而且即使不过敏的孕妇 也不能过量食用铁棍生药 因为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胃肠道不舒服 例如腹脏和消化不好的症状 用户在食用铁棍生药就应该适量 而且根据个人体质或健康情况合理安排 如果在食用过程中出现不舒服 例如肚疼或肥疹 就要立即就医了 多谢大家